桃園中立的某殡葬园区停车场 两方熟视的友人不明原因发生口角 其中一方的男子甚至还亮刀恐吓 经过女性友人劝力之后 双方才各自离开 警方获报到场的时候 已经没有看到双方人马 目前也锁定了车牌跟特定对象 将通知双方道案署名 两三台车在人来人往的停车场 挤成一团好几名黑人下车 疑似开始发生口角 其中一人似乎气不过双手拿刀恐吓 吓得对方走远好几步 直到一名女子前来劝离双方才 信信然离去 事发桃園中立培英路的一间 殡葬园区的停车场 28号中午左右双方人马相互熟视 但一部原因在这里发生口角 其中一方的男子直接亮刀恐吓对方 经女性友人劝阻后双方才各自离开 事情平坑落幕有惊无险 警方接获民众报案出动优势警力 到场处理但双方早已离去 警方根据车号已锁定对象 并积极通知双方当事的 道案说明并后续侦办 警方已经锁定特定对象 后续要来厘清双方到底有什么恩怨 不能好好沟通 非得要在人来人往的停车场 亮刀恐吓 记者零度小团的报道